坐好了 你在哪儿 我送过来 这么快 对了 你吃过了没 强力的工作效率 还真不是一般的高啊 傅明杰表示很满意 你以为我是你啊 有人给做 早吃了 强力这明显是晒幸福啊 你婆婆的 说了位置 三人继续点菜 是什么事啊 李真就是不肯做到 傅明杰的对面 围在他身边道 啊 说起来 这还应该是你的事呢 傅明杰吃了一块豆腐干 左手在李真腿上 吃另外一种豆腐 强力把标书做好了 现在开始 这东西就归我保管了 这样啊 对了 他没有让你参与吗 李真嘟了嘟嘴 有是有的 不过都是前期工作 标书的最后价格 他说他定 哦 强力这么做 虽然是不错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信任人似的 这一点我就蛮好 我的女人 我都是信得过的 也许 这就是对普通事物太敏感的后遗症吧 现在想来 自己没有判断事物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刚刚吃的差不多 强力就到了 和三人见过 强力把一个很大的文件袋 递给了傅明杰 再三叮嘱 好好保管 傅明杰一连承诺了二十三次 强力才满意的走了 留都留不住啊 话说啊 是还有人在等 大家均心知肚明啊 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范碧 王沁道 这里没有我的衣服 我就先回去取一些来 你和李真先待着 傅明杰擦了擦嘴 那个 要我送吗 王沁微微一笑 看了李真一眼 不用 这里离景天大学这么近 很方便的 你 你还是好好陪陪他吧 告诉你个秘密 李真刚才 就和我说 要你陪他在新房子里 过第一个夜晚 王沁姐 李真的脸红的 都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王沁满耳 我这个做姐姐 当然要满足她这个愿望 好了 不用管我 你们忙你们的 那个忙子 咬了个特别重的阴姐 傅明杰哈哈一笑 表示收到 王沁刚刚转身 某人就感觉到 有一只小手 不由分说地 划到了自己的两腿之间 闷回头啊 李真小脸红扑扑的 看着窗外 另一只手 递过来一个茶杯 喝水 傅明杰黑黑一笑 一饮而尽 如今 有什么样的水 能浇吸着熊熊的烈火 不可能有的 何况 这已经不是暗示 是明示了 李真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比较会享受生活的 比如 这个电动按摩浴缸 泡上热水 本来就浑身酸软的地方 突然得到 这么舒适的按摩 那叫一个享受啊 虽然被技能养成器 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了身体 的确比起以前更加强悍 铁汗架不住温柔道的道理 总是对的 傅明杰没有使用安眠技能 就睡着了 伴随浴缸的震动 长久以来 都在高度的压力下生活 随时随地要考虑 怎么打倒敌人 自从想把风 把日期定下来的时候起 心理压力就要被释放了 傅明杰从来没有 像现在一样松弛 直到浴室门响起 嗯 傅明杰懒洋洋地睁开眼 就这么慢慢 从月缸里爬起身 就这么什么也不穿地 去开门 裹着月巾的黎针 顿时脸红地 像大苹果 转向一边 你 你怎么 这么久 我 我还以为 你出什么事了呢 某人大大地打了个哈欠 顺手揽住他 过了多久了 都 都已经半个多小时了 王庆姐姐 他打电话 来问你呢 好 看来王庆 其实也是希望自己 今天晚上能陪陪他的 嘴上说得好听啊 黎针是对的 傅明杰使劲 在黎针的唇上 剑了一击 好了 我洗完了 你来吧 黎针轻轻地点了点头 道 嗯 那你穿好衣服 就去陪王庆姐姐吧 傅明杰在他的小屁股上 拍了一击 一时默认 黎针去洗澡了 傅明杰穿好衣服 伸手拿掉 在沙发下的 档案袋的时候 愣了一了 档案袋的位置 似乎有点不对呀 自从自己融合了 一半的最终技能 很多形式 都是下意识的 刚才进门的时候 看似随意的一丢 其实是把档案袋的 左上角 对准了沙发的右角 这是用来判断 文件有没有被人 动过的基本意识 但是现在 虽然看似没有变化 却离自己丢的位置 偏离了三根线的位置 傅明杰苦笑了一声 这算得了什么 这有可能是刚才自己 不小心踢到 或者黎针出来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的 自己这种习惯 实在是不太好啊 房间里只有自己和黎针 黎针要是想看 直接找自己要 自己还能不给他看 拍了拍会议 傅明杰把档案袋 夹在腋下 熊啾啾气昂昂地 去找王沁了 王沁打开门 看到傅明杰的第一反应 居然不是惊喜 而是深吸了一口气 这让傅明杰有些郁闷了 王沁轻轻握住 傅明杰的手 看着傅明杰的眼睛 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傅明杰也握住他的手 有什么事尽管说 你让黎针出去寄信 却不让我去 是不是信不过我 傅明杰一愣 寄信 没有啊 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王沁皱了皱眉 没有 那就奇怪了 随即看了看时间 到 大概九点 大概九点 傅明杰记得 自己玩人事的时候 也看了看时间的 差不多八点五十的样子 你的意思是 九点你在外面看见了黎针 王沁点了点头 我当时正好从学校拿衣服回来 远远看见门口 有人在往 邮箱里放东西 当时我根本认不出来 是他 他穿着一件 我从来没见过的衣服 还是戴帽子的那种 傅明杰摸了摸鼻子 不是 不是看错了吧 王沁白了他一眼 等他转过头 进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是黎针了 他我还能认错啊 本来当时 是想喊他的 但是 我看到他的打扮 行动又这么诡异 估计 是你派他出来 做什么事 所以没有做伤 顿了一顿 看了傅明杰一眼 明杰 真不是你派他出去的 以后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信任我的 我也可以做得很好 傅明杰不得不拍拍 他的相间 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会不信任你 只不过 你说黎针在油箱里 放了什么东西 在哪儿 下楼的时候 两个人都选了 比较不引人注目的法子 走下楼 傅明杰紧紧地握住档案袋 心里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种很不详的预感 这种预感 很不好很不好 希望是王沁认错了人 或者就是个误会 小区门口 这个绿色的油箱 安静地在那里站着 上面有锁 但是这种锁 自然难不倒傅明杰 最上面有一封白皮信封 上面只写着收件人地址 却没有寄件人的地址 字歪歪扭扭的 认不出是谁的自己 如果是故意的 可以理解 傅明杰拿出信 犹豫了一会儿 是这封 王沁摇了摇头 我没有看清 这也就意味着 必须要拆开了 傅明杰关上油桶 和王沁躲到了路边的树丛中 手里捏着这封信 信封上的封口 还没有完全干透 傅明杰掏出打火机 在信封的封口处 来回烤了一会儿 紧紧揭开 一个小小的照相机芯片 掉了出来 你那里有相机吗 王沁点了点头 两人重新回到王沁的住所 装上相机芯片 打开 傅明杰看了王沁一眼 王沁看了傅明杰一眼 两人一时无坏 傅明杰打开自己的档案袋 看了一眼 突然间重重地坐在了沙发上 这一座很用力啊 几乎把质量那么好的沙发 做出一个洞来 没有错 照相机芯片里拍摄的 全是自己手里 这份档案带的资料 自己的预感是真的 黎真 黎真居然是探子 一个等待着 获取这份资料的探子 这个现实 怎么会是现实呢 自己一定是在做梦啊 傅明杰使出了神究大法 可惜的是 事实就是事实 剧烈的疼痛运发证实 他现在就是活在现实里 王沁轻轻地挽住 傅明杰的手臂 什么也没有说 傅明杰突然被站起身 王沁急忙一把拉住 你 你想做什么 想做什么 傅明杰咬了咬牙 我要知道 黎真为什么要这样做 此时傅明杰的脑海里 全是自己和黎真 在一起的回忆 方才 就在方才 这个温柔的女体 还在自己的怀里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别冲动 王沁死死地抱住傅明杰 我觉得 我觉得 你是不是应该 先和强力打个电话 看看他的意思 傅明杰狠狠地吸了口气 王沁说得对 拨通了强力的电话 傅明杰自己没有说 却把电话交给了王沁 王沁很婉转地 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过了半晌 将电话又递给了傅明杰 他要和你说话 傅明杰气呼呼地接过电话 强力的第一句话是 那封信呢 信 这个时候 你问信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信封好 让他寄出去 寄出去 强力的声音 冷静地让傅明杰 火冒三丈啊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赶紧给我说清楚 傅明杰有暴走的去世 别激动 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强力的声音 还是那么冷静 靠 傅明杰顾不得许多了 将自己知道的不知道的 所有的咒骂都搬了出来 这一头骂 骂了足足十分钟才止入啊 你他娘的早就知道 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如果你再不冷静下来 强力迟早会面对失败的结局 傅明杰越暴走 强力就越冷静 而这句话 终于让傅明杰从暴走的边缘拽了回来 江山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领导人 而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领导人 傅明杰冷静下来了 就因为这句话 他深吸了二十一口气 降低了声调 把你知道的都说说吧 强力叹了口气 自从我的脑子灵光以后 我就在设想很多可能 研究彪峰集团的行事方法 发觉他们在每做一件事 都一定会在目标人物的身边埋下棋子 在最关键的时候启用 以傅哥现在和彪峰所处的位置 你身边是应该早就埋下棋子的 问题就是究竟是谁 是的 这个道理我也明白 但我不明白的 为什么是离真呢 老子和他认识的时候 彪峰肯定不会事先预料到 而且那还是席捐多年的好朋友 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啊 怎么可能成为彪峰的探子 我知道你很疑惑 但这就是彪峰的行事风格 他们不是将已经培养好的人 安排到目标的身边去 而是在目标身边 寻找可以利用的棋子 这样能在第一时间 获得目标的信任 强力说到这里 顿了一顿 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你知道 蒋镖持有光碟这件事 是被谁出卖的吗 傅明杰的手紧紧地握住话筒 谁 就是蒋镖的亲弟弟 强力的声音很淡 对傅明杰而言 不亚于五雷轰顶啊 他娘的嬉皮啊 竟然出卖自己的亲哥哥 这 这都什么和什么呀 什么和什么 我现在还不确定 彪峰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判断标准 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被收买 但事实证明 他们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成功的 迟到离真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瞒你说 我暗中调查了你身边的所有女人 甚至包括叶燃 强力的声音低了一滴 最有可能被收买的是叶燃 席君和离真 因为他们年纪小 不应逝世 最容易被引诱 傅明杰握了握拳 紧紧地 强力说话的状态 冷静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似乎说的这些怀疑 是理所当然 叶燃完全不需要引你为耻一般 这真的不是自己的风格 叶燃 你和我都是了解的 他性格纯良 和我们食欲威势 有没有大的欲望野心 唯一的收买点 是他病重的母亲 但已经被你解决了 所以飙风不大可能会选择他 席君的父亲 本身是成功的商人 金钱利用的可能不大 而他又比较特立独行 属于有性格的那种人 不喜欢受人影响 所以也不大可能 唯一的可能就是黎真 你仔细想一想 你和他突飞猛戒 发展到现在这种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比较有戏剧性啊 戏剧性 傅明杰苦笑 现在自己都觉得自己在戏里 仔细回忆和黎真 的确是很有戏剧性啊 第一次突飞猛戒 是因为在学校找蓝心 偶遇了一人 就发现他身陷危机 救了他 随后就那什么了 这些事自己是告诉过强力的 你肯定从来都没有去摸清楚 事实真相的心思 但是我有 强力淡淡道 你还记得那个杨昌伟吗 傅明杰苦笑 能不记得吗 那个欺负黎真 被打掉大牙 被打服气的小子 被打得不敢说话的小子 我去问过他 他的说辞和黎真 有很大的出入 强力继续淡淡道 他说 是黎真有意无意地 先勾引他的 傅明杰砸了茶尖一拳 这一拳很重 幸好茶几很结实 自己在介入这件事情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给那个杨昌伟 说话的机会 其实 那个时候 即便是他说了什么 自己也不会相信 但是现在 把所有的过程理清 就会知道 这其实 全是局啊 黎真故意给自己 做了一个英雄救美的局 自己很自然地 就当了那个英雄了 那天晚上 还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 一个是 米娜的电话 米娜突然无缘无故地 要用身体诱惑自己 突然无缘无故地 什么也不穿 在房间里等自己 现在看来 他只是从侧面 刺激自己某种欲望的助理 让自己的潜意识 去想象这样的事情 以便给黎真 创造接近自己的机会 另一个 其实傅明杰老早就有些感觉 直到现在 才能确定 那就是 黎真给自己喝的东西 自打和黎真在一起 就一件 总也无法解决的纠结 就是 一和他在一起 就特别渴望那件事 而且那件事 做得特别好 欲望特别强烈 而每一次在此之前 自己都喝过 黎真递过来的水 第一次是 生日前 在游乐园里 哪怕 就是刚才那一次 也是 有了唐柔的前车之间 现在 就隐隐有些明白 黎真给自己喝的东西里 一定是下了 某些助兴的东西 她是以这种方法 让自己无法离开她的身体 总和以上各种 答案 互之欲出啊 黎真 就是彪峰 安排在自己身边的棋子 等待着发挥作用的那一天 而七天后的竞彪 就是这一天了 现在 黎真已经完成任务了 你知道不知道 黎真为什么要这样做 表峰 是怎么商购她的 傅明杰挣扎着 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墙里沉默了半傻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背叛的理由 至于究竟是什么 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这个理由面前 你是次要的 傅明杰默然无语啊 强力道 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揭穿叶方的时候 你曾经说过 咱们做兄弟的 不能开着兄弟往坑里掉 当时我没有作声 你知道 我是怎么想的吗 傅明杰尖色地开了口 说 她自己都觉得 自己的生意 犹如金属一般 晦涩难听啊 强力的蛋蛋 已经炉火纯青了 当时我已经知道了 李真的事 但我不能告诉你 因为 你一旦知道 一定会在神色上 流露出不自然 但是 妻子就是妻子 不止敌人能用 我们也是能用的 傅明杰浑身一震 你的意思是 那个标书 是假的 强力炖了一顿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的 还有 顺便有一件事 需要提一下 本来 王庆也是有嫌疑 但李真的举动 既然是他发现的 他已经值得信任了